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佔領政府總部行動踏入第九日 各百人繼續留守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 他們抱著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 現在仍然有14人參與今次的絕食行動 其中包括63歲教協李士航連山 他至今已絕食了6天 身體各項指數都正常 精神也不錯 但批評特首梁振英對於今次的事件未有回應社會訴求 我們都見到昨天梁振英和胡鴻玉的回應 又再一次顯示他們又是一些人欲錄音機 他們的回應都完全沒有照顧到市民大眾的訴求 到目前為止都是不願意撤回國民教育科 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早上換校服後上學 他說今晚會舉人全民黑衣集會 相信會有更多市民出席 我們呼籲更多市民在今晚星期五 下班來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參與我們的集會 透過集會的人數再向政府施壓 我們有信心今晚參與人數會比之前的幾萬多 他又認為政府的態度開始軟化 相信撤回科目的機會提高了 但學民思潮堅持不會加入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這國際 amigos Homeland שנ tell us here 報告 報告 這次是